这游戏的一天,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上次我们弄了两台车 但这两辆车都是残肢断壁状态 要不少个轮胎,要不就是缺个坐点 甚至连油都没有 所以迄今为止,我们都没能力把它们开走 一直把它们藏在野外 然后再慢慢的发育 发育了几天,终于攒够了给车加油的钱 三千多大呀 虽然现在有钱给车加油了 但我们还要去找千斤的轮胎 坐点,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才能把那两辆车开上路 而我们一路途径的地方都没找到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只能往更远的地方奔波了 而这一路的奔波不仅有意外还有惊喜 第一站,飞机加油站 那,我们在这里就找到这些东西 两个修理工具,一个降落伞,还有两把螺丝刀 这些东西根本不值几个钱啊 而且非常赞背包 前期根本没人要这些东西的 也只有我们两个穷鬼才不会放过他们 第一站,目标搜刮失败 继续第二站 第二站,海边小镇 我们在这个小镇收遍了 就这几样东西 除了小背包跟游壶有点用 其他的都是吃的 跑了大半天就弄了这些东西 你说累不累 再给你们看看家桶油需要多少钱 七百多大呀 我总共才三千多 而且这点容量加到汽车上最多跑半个小时 我们还是两台车 这油耗我光想想就开始上头了 第三站,军事地宝 本来是想进去搜一波的 先搞把枪也好 可是一来就发现不对劲 地宝的门是开着的 物资也是被人搜刮过的痕迹 所以这里已经被人截足先登了 我们跑了个寂寞 直接去下个地方吧 第四站 高达工厂 这一进来就听见自爆病的声音 听完了上师 本想着可以安安心心地搜一波了 结果搜了半天 毛都没有一个 又是被人搜过的 高达工厂本来就是热门物资点 有人甚至每天都会在这里蹲点 所以这里不出东西一点也不意外 没办法 又逼着我们直接去下一个地方 不过下一个目的地 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出现意外的地方 火车站 诶 你人 你绑哪去啊 等一下我先影开一下 我刚刚你那里太多了 你直接进窗户关门也可以 没事我自己跳得上来 怎么回事啊 你真的跳不上来啊 你体质比我还要够啊 你别上来别上来 待会也没体力了 先完了一会儿 诶 怎么跳不上去啊 完了 快下来帮我打一下 完了 你要死了 我怎么打 看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你怎么救啊 你死透了 不要动了 武器都切不出来了 我感觉这个杀包一样 完了 死了 啊 东西没收到 还嘎了一个人 浪姐的装备衣物都差点被上司给捶报废了 本来我们两个就穷 又损失了一千大洋复活用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了 不过最郁闷的不是这些 而是我们跑了这么多地方 两个大的物资点都搞不出东西 这就很纳闷 要么就是被全搜完了 要么就是没到刷新时间 连个浪迹都没得解 这就很纳闷 所以我们决定放弃这一整片地区 直接去下一个区域 首先去最近的商店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先卖了 搞了半天就卖出去三样东西 总收获七百大洋 你们肯定不知道我们到底腿了多远才找到物资 两个多小时 直接从南跑到了西 一路上还是收获了一些垃圾 关键这些物资都是在鸟不拉屎的地方收到的 你看这荒谣的小镇又是一台废车 车库还有我们找了很久的轮胎 浪姐还在楼上摸出两样好东西 一个大背包 还有一把 你有没有子弹呀 经过接下来的种种待遇 我算是知道了 我们两个穷鬼只配去那些穷的地方才搜得出东西 这不 我又在鸟不拉屎的地方找到我要的东西了 为了找轮胎跟千金顶 我们可谓是跋山涉水啊 来看看我们到底腿了多远 我们是从A0商店出发的 绕了这么一大圈 最后是在B4的小镇才把东西找起 前前后后花了四个多小时 干都快冒烟了 这还没完 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腿回去 不过中途我们又去了趟商店 打算买点干粮跟子弹 结果就是在这里 碰见了好玩的事情 商店来了其他玩家 在商店碰到玩家是很正常的现象 一般大家也都是彼此互瞪两眼 混个眼熟而已 因为商店是安全区 禁止交战的 而且看到这两个人后 我瞬间被安慰了一下 因为这两个卡拉米比我们还穷 一个大背包都没有 身上一把像样的武器也没见 就一台单车 我本来对他们没有任何想法的 打算卖了东西就走人的 但是浪姐下命令了 这两个人必须给他剁了 刚刚说了 商店是安全区 我们想动手就必须等他们出来 但是这两个就是不肯出来 没办法 因为商店有两个出口 而每个出口又有几条岔路 我们如果丢了他们的视野 可能就再也找不到这两个人了 所以我们是明目张胆的 在商店外面徘徊 但我没想到这两个卡拉米 比我们还着急 前门不行 他们直接往后门溜 也不打算跟我们僵持一下 他们可能高估了单车的速度 低估了我们的体质 甚至不了解这个游戏的地形 估计是以为我们追不上他 在平滑的马路上 我们确实追不上他们 你瞅瞅 这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但是别慌 这个地形是有很多上坡路的 他们那辆单车碰见了上坡路 就等于碰见了十级台风 这里有尸体 咱们肯定往这边走 刚刚应该是被上市追了的 我看到了 就在前面 刚好上坡路 这两个球呢 我真的都不好意思下手了 包里就一瓶酒稍微有点用 他们的单车上面还是铁锁 白铁锁啊 你说你们没事招惹他干嘛呀 好好说话也就不会有这一幕啊 而且这单车我宁可用腿也不会用 这玩意儿简直就是移动提款机啊 所以直接拉去商店卖了 那瞬间进涨 一见大洋 东西都凑齐了 而且还高了两个老表 虽然没什么物资 但总比空手而归的好 而且我们在回去的路上 又碰见了一丢丢惊喜 我们发现了一处基地 又是个洞洞人啊 而且这个地方 我以前在官府跟几个水友就拆过 相似度很高 门口也种的菜 现在种得起菜的人 在我心目中都是大佬 所以我们打算一探究竟 真就是来看看而已啊 你们别想多 这个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拆 第一 穷的根本就不可能有炸药 第二 没有撬锁工具 这门装的是金锁 我总共就几发螺丝刀 根本就打不开 这还有两扇门 所以想都别想 第三 这个家的状态是不允许拆的 因为服务器改了服归 禁止拆没人在线的基地 现在你想拆谁的家 都要提前跟管理员报备 如果没有报备 强摘了别人的基地 就会被永久禁止登陆 说不定现在我们的后脑勺 就有一个隐身的管理员 实时的监控着我们 说我们真的就是来看看而已 那拆不了家 我总得干点别的事吧 这个家门口种的有菜 卷心菜跟西瓜 菜还熟了呢 那不能抄家也没说不能偷菜啊 他们自己种在这门口 我不拿白不拿 但是这菜有点多啊 我们又带不走 吃又吃不下 所以我决定 奔波了一天 总算回来了 我藏着车还在 买的物质也没丢 装备都好好的放在这里 现在可算是有车了 记住 玩这个游戏 车的需求是排在第一位的 没有车 那就只有挨打的份 我们为了把这台车开上路 那真的是快干吐血了 而且现在还要给它加油 加满油需要三千多大呀 我全身家当就这么多了 关键我不加满还不行 因为我还要把这台车的油分一半给另外一台车 那就是这里了 第一天发现的车就藏在这里 但这台车少个轮胎 装轮胎必须要有千斤顶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第一天就找到千斤顶 也不至于这么惨 虽然一人一台车了 发育速度肯定会是一个质的飞跃 接下来就是要去干最后一件事 前往雪山 看到我们撸了这么多的树 你们应该猜到我要干嘛了 没错 建家 有了车就要有房啊 这样才配得上小康生活啊 看看 我的建家选址依旧选在雪山墓地 这里首先非常偏远 其次附近没有任何物质点 来往的玩家也非常少 而且在这里建家 一事敢拉门 五大复法帮我镇守凶宅 管你什么牛鬼 都别想进我家 因为核心的地方在地底下 却搭配服务器的下线保护机制 我根本不怕人来拆家 但是别的老表们可能就要瑟瑟发动了 因为我要开始给他们搞装修计划了 ni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吹差烜 吃饭